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左边这一支呢 两组的左边是S7 那另外在右边这一组 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的S6 所以话不多说 直接呢我们把门关起来呢 让大家来做一个拍照的比较啦 对 有没有看到左边是我们的S7 它的光线呢是非常的明亮的 有没有看到 对 那现场呢 我看到有非常多人都拿出自己的手机做比较 一样呢都可以来比较看看 那另外呢 大家我们逐镜头拍完了 一样我们自拍也可以来一下 有没有 现在有非常多人都喜欢爱自拍 对不对 看一下我们的自拍的镜头呢 有没有比较亮 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支自拍呢 我们是我们的闪光灯 不是一般的闪光灯 我们是利用荧幕的亮度 来去做一个补光的效果 那这样子荧幕亮度来做一个补光的效果 所以其实拍摄的出来 我们的自拍的脸呢 是跟非常的漂亮又清楚的 它会有一个荧幕闪一个白的话 对有没有 那是有补光 对对对 这就是有点补光 因为像传统的闪光灯 你可能拍起来就是会比较死板板的 就是眼睛可能还会有红眼之类的 大家可以自拍看看 把上面第三个闪光打开 自拍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现在来自拍 那帮我把这个打开 这个有打开 你可以看一下 对对对 这个 好我们拍 有没有看到 有 它其实非常的清楚又漂亮 好 有的 有没有 它是利用荧幕的辅光 而不是一般的闪光灯 好我看到 我现在要非常快速 真的 好我看大家好像这些真的 可以有兴趣 来我们再给大家 试验中的时间 让大家多开几张 真的 我看大家3T打眼圆梦 就是三眼随手拿 现在有了S7 对对对对对 OK吗 不用带很厚重的相机 可以看到左手边呢都是我们的S7 那在右手边都是S6 可以让大家呢去做一个体验 去做一个比较 好现在请我们工作人员 开个门 好 慢慢一个一个来 体验完